位于基隆市安乐区的长庚医院 于今日中午12时 经传火警 位在医院13楼的顶层管道间 突然冒出大量白烟 基隆市消防局紧急派遣16车40亿人 前往灌旧 据了解 该楼有血液透析病房 并已成功疏散病患80人 及家属46人 事发现场化射防烟区 并无影响其他区域 消防人员 目前确认无人员受伤受困 至于白烟冒出原因 仍有待后续厘清 였습니다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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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蜜 鱼蜜 牛沙包 董事长 谢谢 这次我们在吃人了 好 你真的不你 好 嘞 不一定 有好 最多的 使用 原来 合作 我们看 想 我们 diret 现在 是 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